我非常感谢美国公司 就这三十年来说 美国公司伴随着我们公司成长 他们做出了很多无私的贡献 第二个呢 美国大量的零部件器件厂家 给我们的很大的支持 对吧 特别是在今天危机时代 我真体现了美国企业的良心 应该是前天晚上 打电话给我 官媒打电话给我 报告了美国七年的努力 对我们的正确 对我们的情况 我流泪了 我感觉是得到多助 死到夸住 今天美国七年 也还在说服美国政府 对华为公司的管制问题 我们要分除 在这个管制中 有四类管制 对不对 我们那时不是季节管制 我们是实体清单 实体清单就是说 你美国公司卖什么东西 给中国必须要拿去批准 所以这一次虽然有我们这个清单 那我们自己本公司内 是不受影响 但是美国七年不能不征受法力 所以因此 它这个实体清单 它要征受实力法力 那可能我们这个边缘线的一些低端产品 因为我们没有备占 因为我们认为这些迟早淘汰的 我们没有准备 也可能这些东西会有影响 在最先进的领域 不会有影响 就是至少武器是绝对不会影响 而不仅不影响 是别人两三年 也不会来追得上我们的 在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